我们今天从第九章主耶稣的受死开始 我们上个礼拜有谈到主耶稣的受死 这件事情里面有谈到 一般我们对耶稣受死这件事情好像都有谈到 耶稣到底有没有下阴间 那传统说法尤其是在教会的一个历史里面 大概很多都有谈到耶稣有下阴间 包括天主教包括那个新教 甚至于我们耶稣教会 大概多多少少都会谈到耶稣有下阴间 那谈最多的是天主教 所以天主教他们有谈到说耶稣地狱三日游 耶稣死了之后在坟墓里面有到地狱里面三天 因为第三天互火 所以他在地狱里面有三天的时间 但是我们如果从圣经本身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在查考的过程当中好像没有特别记载 主耶稣他有下到阴间去 其实我们看一般教会里面所有隐的这些经节来看 包括西伯来书第二章第九节 还有《使徒行传》第二章 以及诗篇的十六篇 还有《马太胡音》的二十七章 《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 这些我们可以看得到被引用的这些经节里面来看的时候 这些经节里面本身并没有所谓下阴间不下阴间的问题 是我们在解释这一段圣经的时候的一种募用 好像主耶稣要下阴间 那为什么主耶稣会被定义为下阴间 因为下到阴间去好像会比较痛苦 那主耶稣要为我们的罪受死一定要很痛苦 但是话又说回来 难道丁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不够痛苦了吗 一定要硬是把主耶稣下到阴间里面去 我们才甘愿吗 这是我们要另外一个方式来想的 那我们如果从主耶稣的十字架上的那七句话来判断的话 其实主耶稣他断气的时候 主耶稣的灵魂在哪里 最后一句话主耶稣讲 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父啊 我把我的灵魂交给你 所以耶稣最后断气的时候 灵魂是交给天父真神 那有人说那交给天父真神 天父真神就把他放到阴间去 那也不对啊 因为主耶稣跟那个 跟他钉在十字架上右边的那个强盗讲 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 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七元的第二句话 耶稣说今日哦 不是明日也不是三天后 今天你就要和我一起在乐园里 所以主耶稣他断气的那一天 耶稣就进到哪里去了 那主耶稣他不会 不可以跟那个强盗说谎嘛 他所讲的话也不会说今天讲了明天不算嘛 或是更改嘛 不会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也很担心 他跟我们讲说我们可以得救 万里有一天又跟我们讲说 我变了你们不能得救 那我们岂不是没有保障吗 所以主耶稣他所讲的话 神所说的每一句话他都不会打折扣的 既然他对强盗里面所说的说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 我想主耶稣断气的时候 他应该是要与这个强盗一起在乐园里面 而且主耶稣又讲 我已经把我的灵魂交托给谁了 天父真神 所以从这里可以判断出 主耶稣他根本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 他的灵魂会下到阴间里面去 因此从耶稣的十字架七言里面 我们可以来判断 主耶稣他应该没有下到阴间里面去 那耶稣有没有下阴间 跟他完成的救恩没有绝对的关系 耶稣完成救恩不是下阴间的因素 而是耶稣死这件事情 耶稣死了既我们来死 耶稣的救恩就已经成全了 不一定一定要把他下到阴间里面去 救恩才完成 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 罪的工价就是死 那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 也就是要有人 而且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来替我们死 那我们就可以罪的工价给解释了 给消灭了 消灭了 涂抹了 那我们就能够脱离罪恶 所以重点是要受死 不一定要下阴间或是下地狱 这个我们应该要离经了一件事实 说耶稣有没有下阴间跟 有没有完成救恩是两回事 是两回事 所以我们也不用再去讨论说 耶稣一定要下阴间 或者是耶稣不一定要下阴间 这个其实不是我们救恩里面 所讨论的范围 那为什么要在上个礼拜讲这些 是要让大家明白 今天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有有凭有据的 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 主耶稣是怎么讲的 有凭有据的来讲解圣经 而不是人家讲什么我就信什么 这个是我们要去厘清的一件事实 那到底耶稣有没有下阴间 跟耶稣有没有成全救恩是两回事 即使耶稣没有下阴间 主耶稣也已经完成救恩了 因为完成救恩是因为耶稣替我们死 而不是耶稣有没有下阴间 这是我们在耶稣的受死上 我们必须要先了解 先厘清的一件事实 那我们看讲义的第二个部分 主耶稣的死跟世人是不一样的 耶稣他受死这件事情 跟一般的世人是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个 耶稣的死他是先有预言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十一章 约翰福音的十一章 请看四十九节到五十二节 约翰福音的十一章四十九节 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 本联座大祭司对他们说 你们不知道什么 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 就是你们的益处 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 是因他本联座大祭司 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 也不但替这一国死 并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 这里是讲主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 那主耶稣曾经叫拉撒路复活 那这件事情撼动了整个犹太地区 拉撒路已经死了四天 照道理来讲已经烂了臭了 但主耶稣却能够叫拉撒路 从浮沫里面走出来 犹太人吓到了 耶稣怎么有这么大的权柄 那犹太人明明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他们又没有办法接受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他们在旧约圣经先知 所预言的弥赛亚 耶稣是要拯救他们的 为什么 因为耶稣他是木匠的儿子 他本身也当木匠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纳 也没有办法接受 主耶稣就是他们所期待的弥赛亚 那他又能够行出这么大的神迹奇事 来见证证明他就是这一位救主 所以没办法 他们就要想办法把耶稣害死 耶稣死了 可能后面还有一个更伟大的救主要出来 耶稣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那一些法利塞人 那一些文士 那一些在宗教信仰上 有把持权柄的人 他们就想办法要用计谋来害死耶稣 来解决他们心中这么多的问号 这个是当时候主耶稣行出了这么大的神迹之后 那些人不但没有办法相信 反而要用计谋来害死耶稣 那当这些人要用计谋害死耶稣的时候 神却让该年当大祭司的该亚法 说语言 说什么语言 说耶稣会替本国的人 一国的人来死 主耶稣要替百姓来死 免得通国灭亡 那他讲这一句话 不是因为该亚法这个人 而是因为该亚法当年当大祭司 所以神的灵感动他 预言耶稣要替这一国的人来死说的 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被抓 后面主耶稣还行许多神迹 主耶稣还讲了很多道 传了许多地方 到许多地方去传无音 后来才被抓 那耶稣还没被抓 还在工作的时候 当年当大祭司的该亚法 他就已经预言主耶稣要替 这一国的百姓来死 这是主耶稣还没有被抓 还没有受死以前 圣经就有这个预言 是当年当大祭司的该亚法所说的预言 这是与世人的死不同的 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 有能力来预言 会怎么死 为什么死 我想应该没有 即使有的话也是很特别的 见过异象 给他的后世的人有一些安慰 但主耶稣他是盖亚法 在当年当大祭司的时候 预言主耶稣要受死 这是跟世人的死不同的 那第二个 主耶稣他并不是因为犯罪来死的 看18章 约翰福音的18章 38节 约翰福音的18章38节 比拉多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话 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再看19章第4节 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 我带他出来见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第6节 纪师长和差异看见他 就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比拉多说 你们自己把他定十字架吧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我们再回来看第8章 第8章请看46节 你们中间谁能指证 我有罪呢 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 为什么不信我呢 耶稣被抓的时候 他们希望比拉多 能够定耶稣十字架 把耶稣定死 这个是他们所愿望的 但是比拉多在查问耶稣的时候 有三次向那些犹太人 要把耶稣定十字架的 文士法利塞人 证明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但是很奇怪 明明比拉多他能够证明 主耶稣他没有犯罪 他又被定十字架 所以耶稣的死跟世人不一样 我们每一个人的死都是因为罪 罪的公价就是死 但是主耶稣的死 不是因为自己的罪来死 因为比拉多查不出他有什么罪 那主耶稣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他有自己见证 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 我们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讲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敢在众人面前说 你们可以指证我有没有罪 没有罪 没有一个人敢 因为大家都有罪 大家都有罪 即使你认为没有罪 基本上你有原罪 你也有亚当夏娃所遗留下来的这个罪 怎么说没罪呢 那罪有不该做的你去做是罪 该做的你没有做也是罪 雅各书第四章那边不是这样讲吗 你应该做但是你没有做那也是你的罪 所以没有一个人敢在众人面前说 你们能够指证我的罪来吗 没有一个人 但主耶稣在对那一些文士法利塞人的时候 他说你们可以指证我有罪吗 表示什么 表示耶稣没有罪 那些人也没有话说 因为他们也没有办法来指证主耶稣有哪些罪 如果有的话 当时候主耶稣就被抓了 还要等到以后吗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指证耶稣有什么罪来 所以只能够干瞪眼 很气但是没办法 因为他们找不出耶稣有什么罪 所以不管是主耶稣的自己证明也好 或者是比拉多告诉众人三次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也好 这都告诉我们 主耶稣他的死跟罪没有关系 跟他的罪没有关系 因为他不是为了自己的罪来死的 其余的死人都是因为自己的罪而死的 因为罪的公价就是死 第三个 主耶稣的死跟受 不是因为受终来死 不是因为生命结束来死的 我们看传道书第八章 第八节 传道书第八章 第八节 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 也无人有权利掌管使其 这场征战无人能免 邪恶也不能够救那好行邪恶的人 这里讲到 人没有办法来掌管生命 也没有办法想要把生命留住就可以留住 因为人没有能力来掌管死其 死其到了 大家就必须要死了 这就叫做我们的寿终 寿命到了 大家一定要死 一定会死的 每个人都是一样 但是主耶稣他不是因为寿终来死 不是因为寿终来死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七章 希伯来书的第七章 请看第三节 他无父 无母 无祖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 这边是在讲 曼基喜德与神的儿子相似 与耶稣基督相似 他说 无父 无母 无祖仆 无生之始 无命之中 没有生命的结束 没有生命的结束 那主耶稣就是这样子 他不是因为时候到了 时间到了 他的生命到了 来死的 不是 跟我们人不一样 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时候到了 你该死了 你想要多留一下都不可以 那我们说 主耶稣不是因为寿命到了 要死的吗 不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可能复活了 所以从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证明 耶稣并不是因为他的寿命到了 来死的 这个是我们要理解的 我们寿命到了要死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把这个生命拿回来 死了就死了 但是主耶稣死了之后 第三天复活 他又把生命拿回来 所以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就讲 无人能够掌管这个 因为你的寿命到了 但主耶稣呢 主耶稣他不是寿命到了 所以他能够再把生命要回来 能够三天之后复活 他不是因为寿命到了来死的 第四个 他不是被迫使的 他不是被迫使的 他是自愿的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八节 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八节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柄舍了 也有权柄取回来 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 耶稣在这边见证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 是我自己舍的 我有权舍了 也有权要回来 所以主耶稣他不是被迫的 不是说犹大把他卖了 罗马兵丁要来抓耶稣 主耶稣没办法 被抓了所以被定十字架 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当罗马兵丁要来抓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只有讲一句话 我就是哦 那些要抓拿耶稣那些兵丁怎么样 向后扑倒 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 有好几次 罗马兵丁跟犹太子要来抓耶稣 主耶稣从他们中间走过去 主耶稣从他们中间走过去 抓不到耶稣的 看不见耶稣的 如果主耶稣他不允许 有谁能抓他呢 只有主耶稣说我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站得住啊 就铺倒在地嘛 向后铺倒在地嘛 你看那个彼得 他自作主张 血气之勇 他刀子一拔就把大祭司的那个仆人 砍了一刀 结果把他的幼儿怎么样 消下来了 主耶稣还把他捡起来 他说啊 收刀入鞘 动刀的必死在刀下 有没有 可见主耶稣他不是被迫的 他如果不愿意被抓 有谁能够抓他呢 罗马兵丁大家都扑倒啦 很多次大家要抓他 主耶稣从他们中间走过去啦 所以不要以为说 主耶稣是被罗马兵丁抓走的 也不要以为说犹大卖了主 主耶稣就一定要死 一定会死 不是 是主耶稣他自愿的 甘心的把生命舍弃 因为只有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用他无辜的血 才能够将人的罪给买回来 用他的生命 把我们的生命再买回来 这个是第四个 主耶稣他的死 他不是被迫的 我们不要以为他被迫 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 十八章的第四节 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 就出来对他们说 你们找谁 他们回答说 找拿撒勒人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 卖他的犹大 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第六节 耶稣一说 我就是 他们就倒退 倒在地上 很奇怪的就是 他们要来抓耶稣 耶稣在他们眼前 他们还要问 耶稣还问他们 你们找谁 你们找谁 那个时候犹大还在身边 犹大还在旁边 他们竟然不知道他就是耶稣 眼睛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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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犹大都看不出来 他们说我们就是要找那个拿撒勒的耶稣 耶稣说 我就是 卖他的犹大也同他们站在那里 那耶稣一说 我就是 他们就倒退 他们就退后倒在地上 站不住 所以这个耶稣被抓 耶稣受死 他不是被迫的 是主耶稣他自愿的 自愿的 第五 耶稣他是替罪人死的 替罪人死 不是他替他自己死 替我们罪人死 看约翰一书第二章 约翰一书的第二章 请看第二节 二章的二节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 耶稣的死是要成为挽回祭 这个挽回祭就好像旧约时代 旧约时代他们都要献赎罪祭 赎罪祭就是他们犯了罪 那美联大祭司要替他们赎罪 挽回他们 用赎罪祭来挽回这些百姓 那用牛跟羊的血 一年一次 其实牛羊的血不能够设人的罪 所以主耶稣他就自己当成祭物 自己流血 耶稣所热血才能够真正赦免人的罪 成为我们真正的挽回祭 所以他说 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 不是单为我们的罪 也为普天下人的罪 所以耶稣的死不单单是为犹太人 也为普天下所有的罪 所以每一个人只要他愿意来接受主耶稣的救赎 他都能够因为耶稣的死来得到这个救恩 因为耶稣所得的宝血来得到罪的赦免 所以主耶稣的死跟我们的死不同 我们的死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 主耶稣的死是因为世人的罪 也因为耶稣的死 我们才能够从耶稣那边来接受这一个挽回祭 我们才能够从最后当中来得到赦免 这是有关耶稣受死与世人不同的五个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主耶稣的死的结果 主耶稣的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当然关系很大 第一个成全律法 耶稣的死是要成全律法 看罗马书的第十章 第四节 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四节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使凡信他的都得成义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所以主耶稣受死是成全律法 律法就成全在耶稣的身上 如果没有主耶稣的受死来成全这个律法 我们每一个人都活在律法底下 那我们要靠自己来完成律法 完全律法那是不可能的 没有办法 连保罗他自己都没有办法 他说我立志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那取死的身体呢 连保罗这么严谨的一个人 他都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来行完律法 所以他说他的身体好像死的一样 那怎么样才能够靠着 怎么样才能够胜过 靠着耶稣基督 所以罗马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就讲 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 我就能够胜过了 为什么 因为主耶稣替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 成全了这个救恩 成全了这个律法 所以我们今天就可以靠着耶稣基督 来完全律法 第二个 拆毁隔断墙 耶稣的石 把这个墙给拆毁了 我们看以无所书第二章 以无所书的第二章十四节 二章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和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这里讲的主耶稣拆毁了隔断墙 有两道 一道是什么 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一道隔断墙 就是亚当孝娃他们吃三恶果的时候 神不是说吃的日子必定死吗 那这个死就是隔绝的意思 我们跟神之间隔绝 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种 一个很高很很高的这个高墙 我们没有办法越过去 跟神已经断绝关系了 这叫隔断 本来我们跟神是什么关系 父子嘛 我们读那个路教文第三章三十八节 亚当是神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但是亚当夏娃他们吃了三恶果之后 是不是神的儿子 不是 那已经怎么样 隔断了 我们跟神的关系已经隔断了 所以人跟神就没有任何关系 什么时候拆毁的 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个跟神的隔断墙就怎么样 拆毁了 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跟神建立什么关系 建立美好的关系 我们跟神的父子关系 这可以读加拉太书第三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那第二道墙是什么呢 第二道墙就是 犹太人跟外邦人 原本外邦人是没有资格来领受救恩的 只有犹太人 所以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也有一道隔断墙 也有一道隔断墙 因为神拣选亚伯拉罕的后裔来当为他的选民 那什么时候才能够让外邦人也能够在神的救恩里面 就是主耶稣他完成了救恩 他死在十字架上 就把这一道墙怎么样拆毁了 这也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 二十六节到二十九节 所以主耶稣他受死的结果 就是把隔断墙拆掉 拆墙工作 我们跟神之间的这道堵住的墙也拆毁了 所以我们就能够跟神建立了父子的关系 合而为一 我们跟 我们是不是外邦人了 犹太人跟我们 这一个隔断墙 本来只有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现在为什么我们也被称为是神的选民呢 也是因为耶稣基督受死完成了这个救恩 这一道墙就拆毁了 所以以无所书第二章十四节那边讲到说 因他使我们和睦 将两下合而为一 拆毁了中间的隔断墙 我们之间 我们跟神之间没有墙了 那人与人之间 本来是选民跟非选民 现在也没有了 通通打通了 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 都是神的选民 都是神的儿子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这是第二个目的 结果 第三个 耶稣的死 能够让我们跟神和睦 我们看哥罗西书第一章 哥罗西书的第一章 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 你们从前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 但如今能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 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 没有瑕疵 无可指责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我们可以与神和好 因为借着耶稣基督肉身受死 我们跟神之间就能够和好 这个和好就是和好到什么地步 人还没有犯罪 在伊甸园的那个地步 所以受死 耶稣受死这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跟神之间 恢复到什么关系 父子关系 所以我们才能够叫呼叫阿爸父 对不对 我们才能够重新呼叫阿爸父 这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那边就有记载 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 以前可不可以 以前没有这个资格 因为我们被赶出伊甸园 所以没有这个资格 那现在呢 现在我们有资格 我们看加拉太书的第四章 第四章的第六节 你们既为儿子 神就猜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 呼叫阿爸父 第七节 可见从此以后 你不是奴仆 乃是儿子了 祭司儿子就靠着神为后世 我们是呼叫我们的神为阿爸父的 所以耶稣的灵 神的灵就进入到我们的心 那我们就成为神的后世 子孙 神的子孙 这是因为耶稣受死的结果 那第四个 耶稣受死是要败坏撒旦的 我们看西伯来书第二章 西伯来书的第二章 十四节 二章的十四节 儿女既同有血弱之体 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弱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就是魔鬼 耶稣死是要败坏那长死权的魔鬼 要败坏撒旦的 败坏撒旦的 如果没有透过耶稣的死 我们在这个死的这件事情上面 我们是被魔鬼掌权的 因为掌死权的是魔鬼 掌死权那耶稣替我们死 所以她就能够败坏这件事情 我们就脱离了魔鬼的掌握 死权的掌握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件事情 比如说 我们教会里面在传如荫 传完如荫之后 有些要除偶像 是不是 那我们说偶像算不得什么 偶像是算不得什么 但是偶像后面的那个魔鬼 就算得了什么 所以我们去除偶像的时候 我们不要以为这个没什么 如果我们不去注意的话 我们就常常会在 这些事情上面吃大亏 因为魔鬼它是有能力的 它有能力 那我们今天之所以不怕他们 不是因为我是谁 也不是因为我有这个知识 而是因为 败坏长死权的魔鬼是谁 是耶稣 是靠着耶稣的死 靠着这份救恩 所以我们才不会去害怕魔鬼的作为 但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有了这个知识 那因为有这个知识 所以我就不怕魔鬼 不是的 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所以我们不怕他 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保罗他才会讲 知识叫人至高至大 知识叫人至高至大 我们千万要小心谨慎 不要因为我们有这份知识 那我们就不谨慎小心 反而就吃了大亏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败坏长死权的魔鬼是因为耶稣的死 那耶稣的死就成全了这个救恩 所以是因为我们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来 我们才能够胜过魔鬼 而不是因为我有这份知识 我就能够胜过魔鬼 而是不一样的 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我们要了解的 耶稣的死他败坏了撒旦 败坏撒旦 第五个耶稣的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得救 称义得救 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八节那边就讲 是为了要我们称义得救 也就是说 没有耶稣的死 我们就称不了义 没有耶稣的死 我们就没有所谓的得救 我们今天能够称义得救 是在耶稣的死的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们今天在信仰上 法罗透过贵林多前书十一章告诉我们 我们要纪念主耶稣的死 也就是要纪念主耶稣的救恩 所以我们要常常 每逢就要常常 常常来纪念主耶稣的死 因为主耶稣的死叫我们称义得救 那所以我们就应当要与主同死 我们今天要与主同死 那这个怎么与主同死 当然这里我们可以自己看 我们现在来看两节圣经就好 看罗马书 罗马书的第十四章 罗马书的十四章 请看第七节第八节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的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 这里讲到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我们总是主的人 这就是我们应当要与主同死的一个表明 好像保罗美丽当时的信徒 那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怎么样在耶稣的死的这件事情上面有份 我们怎么样真正成为主的人 罗马书就讲两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要与主同活 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什么叫做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就是要我们专心来求主的旨意 专心来求主的旨意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信仰里面 主的旨意是什么 就是主的道理 主的命令 主的吩咐 主的诫命 我们今天要与主 为主而活的人 就是要专心来求这个 专心来求 那才叫做为主而活 不然的话主耶稣的命令是这个 但是我们要照主耶稣的命令来做 那你怎么称作是为主而活呢 你是活在自己的意识里面 你是活在自己想要活的这个环境当中 那这个不是为主而活 那是为你自己而活 所以有些人虽然信耶稣 但是他是活在自己的意识里面 圣经怎么说是圣经的 我认为我应该怎么做是我 所以他没有为主而活 没有为主而活 主耶稣的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你没有为主而活 所以一个信主的人 为什么要追求道理 为什么要灵修 因为我们要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的人才是主的人 为主而活的人 主耶稣的死在你身上才有功效 所以我们不要听了道理之后 把这个道理打折扣了 就是说本来是十分嘛 你听一听之后 我只能够相信八分 那我就以八分为主好了 那另外两分呢 你已经把这两分给把它拿掉了 那到底是你要全部的来听神的话 圣经的道理还是你打折之后 就按照你所打的折来做呢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 所以有些人他们听 他听道理是听他想要听的 他觉得有理 哎 不错 那我就听 他觉得没理 他就不听 他就不做 那这怎么为主而活呢 那没有为主而活 主的死在他身上是没有功效的 没有功效 那这就是信心 这就是信心 这是第一个 所以你看那个 我们说那个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他面对很多 从神而来的挑战 第一个挑战 神拣选他的时候跟他讲什么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对不对 创世纪十二章 这是很残忍的 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在几千年前 什么叫做搬家不知道 不要说几千年前 几百年前就好了 有些人住在这个地方 一辈子都没有出过这个地方 出过这个村 什么叫搬家 没有 没有这一回事 那几千年前的亚伯拉罕 他是住在吾尔的那个地方 神告诉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 还要那里富家 去哪里 神没有告诉他去哪里 只是告诉他说 去我要你去的地方 希伯拉罗怎么说 他到死了还不知道他要去哪里 你看神给他的这个命令 太夸张了 对不对 太夸张了 但是亚伯拉罕听没有 听 百分之百听 没有打折扣的 再来 一百岁所生的儿子以撒 一百岁哦 神告诉他说 你要把他献上 好像献牛献羊一样 就好像把他杀了 亚伯拉罕有没有第二句话 他连跟他太太商量都没有 为什么 因为如果跟他太太商量 他太太如果一把鼻涕一把眼泪 他也很难把孩子带出来 所以他连跟他的太太商量都没有 他认为即使我的儿子死了 我所敬拜的神也能够叫他复活 这就是他的信心 所以他对神给他的要求 从来没有打折扣的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这就是什么 为神而活 为主而活 那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信心之父 亚伯拉罕就是我们信心之父 所以今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 如果能够跟亚伯拉罕一样 不打任何折扣 即使我心里非常不愿意 我觉得说神好像很无礼 但是以亚伯拉罕来讲 他没有不遵守 要我离开我离开 要我献儿子我献儿子 所以神说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 因为他对神的话没有折扣 所以今天我们说要为主而活 为主而活 主耶稣他的死才跟我有关系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保罗又讲 为主而死 不单单要为主而活 主耶稣替我死了 那我呢 我也应该要为主而死 那什么叫做为主而死 简单的来讲 就是要专心的来求主的荣耀 要专心来求主的荣耀 所以保罗他讲 他说我们不论做什么 都要以荣耀神而行 我们不论吃不论喝 都要以荣耀神而行 什么事情都一样 都要以荣耀神而行 为主而死 就是愿意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要以荣耀神而行 所以保罗他说 他说我如果因为吃肉 让弟兄跌倒 那我宁可不吃 请问信耶稣的人 可不可以吃肉 当然可以 信耶稣只有两个东西不能吃 一个是什么 血 一个是激过偶像的物 这两个不能吃以外 什么东西都可以吃 所以曾经有一个木道朋友 问我说传道 信耶稣之后可不可以吃牛肉 我也被问了一头雾水 我问他你为什么问这个 他太太就跟我讲说 因为我的先生很喜欢吃牛肉 他怕信耶稣之后不能吃牛肉 那我就问他说 那如果万一 我说万一 万一说信耶稣之后不能吃牛肉 那你怎么办 那先生马上回答 如果因为信耶稣不能吃牛肉 我从现在开始就不吃了 我说哎呀 救恩临到你家了 你愿意为主耶稣不吃牛肉 那我就跟他想 感谢主啦 信耶稣只有两件事情不能吃 一个是血 一个是 一个是那个拜偶像的 记过偶像的物 让他先生笑得很灿烂 因为原来信耶稣还是可以吃牛肉的 只有血跟记偶像东西不能吃 那既然可以吃肉 为什么保罗说他不吃肉 为什么 理由是什么 所以很多东西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而已 我们的信仰不是说这件事情可不可以做的问题而已 除了可不可以做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做了这件事情能不能够让神得荣耀 如果不能够让神得荣耀 即使可以做的我也应该不要做 像保罗 他说我如果因为吃肉让弟兄跌倒 请问让弟兄跌倒能够让神得荣耀吗 不能啊 既然不能虽然我可以做 我也很喜欢做 吃肉谁不喜欢吃啊 但是因为我吃这个肉 让弟兄因为我吃肉来跌倒 让神不能够得荣耀 那我为什么要吃呢 我宁可不吃 而让弟兄不跌倒 所以在信仰里面 除了可跟不可以外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 就是什么 能不能够荣耀神 不能荣耀神的 即使没有律法的禁止 我们也应该要 因为我要让神得荣耀 来禁止我做 这叫做为主而食 为主牺牲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 好像在这个社会上 世界上 要面临比较高标准的一个看待 为什么要接受高标准的看待 因为我们愿意让我们的行为 让我们所拜的这位神得荣耀 这叫为主而食 为主牺牲 为主而食 为主牺牲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 很简单 因为主耶稣替我们死 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救恩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为主或为主死呢 所以我们要成为主的人 就必须要像保罗所说的 我们要专心的来求主的旨意 我们也要专心的来求主的荣耀 我想只有这样子 才符合我们是主的人 那我们是主的人呢 主耶稣的受死对我们来讲 才有造就 才能够有价值 那不然的话 主耶稣的死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十四章 第七节第八节所提醒我们的 好 我们这节就先到这边一起末导 阿们 好 我们休息二十分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